大家好 欢迎收看《为你推介》 首先请大家按一按订阅的按钮 和旁边小钟仔一有新片就收到了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文章 是帮港出声博客施智山所写的 他的文章题目是 《唐英杰囚9年警示国安法下无故事》 24岁被告唐英杰 去年七一回归日 驾驶插友光伏香港 时代革命中英文标语的旗次的电单车 在湾仔冲越警方防线 并且撞向三名警员令他们受伤 他被控违反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和恐怖活动罪 是国安法的手中受审案件 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各方都密切留意这次审讯的结果 被告唐英杰上个星期初 已被判罪名成立 去到上个星期五 由三名的国安法指定法官 在听取求情后 判处唐英杰入狱9年 和停牌10年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判刑6年半 恐怖活动罪判刑8年 但法官决定 将部分刑期同期执行 所以最终结果是监禁9年 危险假洗罪 则停牌10年 入狱9年 就算狱中行为良好 可以扣减三分一的刑期 都要坐足6年才可以放监 换句话说 24岁的唐英杰 放监出来的时候都要30岁了 他的部分求情理由是 自己是家庭经济支柱 有家人患病 但这些求情的理由 都被三名法官拒绝接纳 这些法官拒绝求情的决定英明 明知自己是家中经济支柱 为什么还要请强去触犯国安法呢 为了测试国安法的增值威力 唐英杰以自己的入狱和家人的代价 做到了 不管他有什么理由 在国安法实施后 插光时 港独的旗次撞向警员 公然挑战国安法 是他自己的选择 与人无由 如今他入狱 那些黑暴手足呢 帮到他什么呢 那些什么支援黑暴的基金 又会不会援助他呢 棋卓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 唐英杰的九年刑期 以他的干犯的罪行 不算重也不算轻 如果两罪分别是六年半和八年的刑期 全部分期执行的话 他就一共要坐十四年半了 如今只是判九年 已经算是执身彩 当然有部分人认为九年刑期太轻 至少需要十年或以上才是合理 但在我来看 九年的监禁也尚算一个有阻吓力的刑罚 至少比起判两三年 从厌判决的信息更加明确 唐英杰案判决的另一层意义 是确立了光时口号陷有分裂国家的含义 今后在香港再叫梟 展示或者横挂光时的标语 都有可能会触犯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所以想以新事法的人 要以唐英杰为戒 犯法前先要想清楚 不要到时才后悔 还有的是 无论是唐英杰或者涉参加非法初选 的47名被告一旦触犯国安法被捕 都很大机会不准保释 直至审判 唐英杰自从2020年的7月1日被捕 去到今年2021年7月30日 追成复刑 前后先被击押一年才开審 即是单单等排期 审讯的机压期短可能是一年半载 长的可能是几年 所以今后如果有人想再试国安法 先要摄高枕头想清楚了 香港很多人生活在安定的环境太长了 以为和平和幸福是一种必然 但实质上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没有了国家安全和平幸福绝非必然 2019年的黑暴动乱就是一机警势中 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 以前对于绝大部分的香港人来说 都是陌生的 但唐英杰的案審结了后 大家对于国安法应该更肯定 它是切切实实的法律存在 所以这次首中国安法判决 唐英杰被判入狱九年 而不是九个月或者九个星期 相信足以让所有反中乱港的分子 都会深刻记得国安法不是子老虎 九年监禁是一个真实的警惕 康家怀日前出席电台节目时指出 法庭的裁决光时口号 是带有分裂国家的意思 如果市民继续使用或者展示口号 可能是唯一的意图 嫌疑很大 他说 没有意图就不会以身是法 如果有人因此而被捕 没有人是值得同情的 相信裁决对日后 涉及光復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的案件 会有指导和约束性 日后涉及口号的案件 能够给法庭多一个参考 结合被告意图和环境证供 判断被告是否触碰到 违反港区国安法的门槛 他强调煽动罪必须有受众 一般市民绝对不会在不知不觉之间 违反港区国安法 强调必须要有意图分裂国家 或者威胁政府达到某一些政治目的 才会违法 唐家华说 他亦希望大家 不要再专注在光时这些口号的意思 亦不应该再转牛角尖 或者捐咚捐那 去设法令说出一些口号的时候 不违法了 因为这样只会令到自己 入罪和违反法律 不要那么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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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